中國大陸的海警船真要執訪的話 連日本都吃足了母口 菲律賓也吃足了母口 唯獨台灣還沒有吃 我說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他還把你當作一家人 不管這一家人相處的情況是好是壞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們兩個還是一家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有話直說的主講人張有話 彭湖局漁船被扣大陸海警船的下一步 台灣能不能掌握 台灣海軍能不能掌握 這個問題是今天早上有某位記者問我 他說他是看了我的視頻 7月1號的視頻 他就說我反正已經示警了 他說靠了彭湖局漁船 那大陸的下一步 我說大陸的下一步非常簡單 就是對於台灣的外島 所有的外島包含東沙包含太平 包含烏丘包含東領包含馬祖 他要進行臨海跟內水的執法的話 台灣怎麼處理 尤其是臨船登檢 臨船登檢看你有沒有穩進品 我們台灣不是正在宣傳嗎 這個新宿號航程一萬多公里 然後呢在什麼在廣闊的海洋當中 什麼執法啊怎麼樣怎麼樣 那碰到這種事 大進版 八十八號的下一步 下一步 他的下一步大概會是像我問了我海巡的學生 他說第一個既然已經執法開始 執法開始 中國大陸只會越來越嚴越來越嚴的時候 那台灣的漁民就本身就要注意 不要進入到中國大陸的內水 也不要進入到中國大陸的臨海線 也不要進入到中國大陸的經濟水域 你要捕魚的話 中國大陸現在是他們的漁船不能夠外出捕魚 那台灣的漁船拼命捕魚 那請問 未來台灣的漁船要進行捕魚的話 在領海線外 在內水 在其他地方捕魚的話 在南海捕魚的話 台灣要不要派海巡艇去護航 台灣要不要派 你能派多少 這個是下一步 台灣必須要面對非常殘酷的事實 這個是第二步 那第三個 中國大陸的下一步 凡是從南海到台海跟東海 他要執法 他要執法的過程到中 我可以說了 中國大陸不會隨便去扣押一艘船 但是一定學日本的做法 我們那個時候去日本訪問 他那個保安廳 石原島的保安廳 上面都有跑馬燈 跑馬燈是把每一艘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中國大陸的漁船跟台灣的漁船 每一艘都跑個一遍 然後上面都有一個數字 一次兩次三次幾次 結果有一次我們去 我們就看到了台灣就有兩艘船 在吊島海面經常出入 一個好像是五次 一個好像是六次 結果他再進入吊島 馬上就被扣押 然後叫他們用一百萬 新台幣一百萬 贖回人跟船 日本是這樣子幹的 中國大陸大概也學日本的海上保安廳 就是說他不見得每一艘船隻 他一定要抓他 除非是惡劣 那就是另當別論 惡劣的船隻 你要衝撞的那個他當然要優先處理 一般的船隻 如果你安安靜靜 他先是廣播驅離 驅離完了以後 你不聽你還要喘 然後他會看哪一艘船 已經積分滿了 所謂積分滿了 你已經進來五次 我就喘 那你只進來一次 除非進來一次的是太突二戀 你要衝撞 那就是另當別論 只要你積分滿了他優先處理 他不會一下子把你四五十艘的船艦 通通都送到中國大陸去 不會 他會挑一艘為首的 積分滿的那艘船 所以中國大陸的執法 他有他的規律可行 那現在他的下一步 我可以告訴各位 就在澎湖執法 下一步已經要進入到澎湖 中國大陸的漁船進出澎湖 因為中國大陸沿海 已經是沒辦法捕魚 所以他的漁船 他出航的話 一定會選擇在澎湖漁場 或者是南海的漁場 或者是台南 台灣西南水域的漁場 進行捕魚 那因為中國大陸的漁船比較大 我們海軍動位比較小 所以我們往往就是驅離 當然如果不聽的話 他可以強制 像上次中國大陸的漁船 被我們強制押回安平 中國大陸沒有抗議 那為什麼我們的一艘過去了 我們的抗議那麼的強烈呢 所以中國大陸的下一步 一定是針對澎湖 針對澎湖跟高雄之間的航道 他應該會在這個地方執法 那這樣子問題就越來越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必須要說 台灣能不能掌握 中國大陸的下一步的行動 其實我也跟我的海巡學生講 我說你們應該要稍微注意一下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真要執法的話 連日本都吃足了骨頭 菲律賓也吃足了骨頭 唯獨台灣還沒有吃骨頭 我說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他還把你當作一家人 不管這一家人相處的情況是好是壞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們兩個還是一家人 可是他當他把你當作日本跟菲律賓處理的時候 你台灣海巡你要怎麼因應 這個是身為海巡船長 這個是身為海委會的主委 必須要考量到的陣子之後 那現在反正問題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聽證一下 從金門214事件以來 這個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對台灣漁船 這樣子做的時候 那請問海委會海巡船陸委會甚至於軍方 你們怎麼看這件事的